第一個我們要解決剛剛講的那三個問題 不過第一個問題剛剛有同學問說 這個是什麼 應該看得出來 這藍寬不足 所以你把藍寬拉寬就好了 這問題就解決了 所以以後看到這個 這個就藍寬不足 拉寬就OK 第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所有的藍名重複的列 把它刪掉的話 當然你可以寫一個程式 如果你不想寫程式 有個簡單的方法 排序 資料裡面有排序 日到A一下 為什麼日到A 先放A1 日到A一下 為什麼 因為底下都是數字 只有它是文字 所以日到A你會發現 它會把所有的日期 全部都排在這裡 那你只要把這邊的 這個把它刪掉就可以了 有沒有刪到這邊來 把這個刪除 有沒有 都是日期 按右鍵刪除就OK 第一個問題就搞定了 第二個問題的話 刪除什麼 除了日期 所以第二個問題解決的方法 你游標放C1 然後一樣力道A 力道A的話你會發現 因為我們如果排序的話 那你Ctrl向下 你會發現 底下這些因為它沒有什麼 沒有特別號也沒有號碼 所以它會被排在底下 就是剛剛我們顯示出來 有沒有多餘的日期 OK 那這個底下你可以把它通通刪掉 所以第二個問題就解決了 不過 好 按右鍵刪除 那不過就有同學說 老師那這個地方有個問題 就是說這個日期 只有年沒有月也沒有日 不過後來我跟各位講 要處理這個問題太麻煩了 應該知道意思吧 如果你假設要解決剛剛這個問題的話 你必須要把這個原來的年 再串接它下一個儲存格 其實乾脆把這個儲存格放到這裡也比較好 因為它其實裡面就是年月日了 把它放上去 但問題放上去的這麼簡單嗎 你可能要Ctrl C 然後Ctrl V 但是它格式不對 所以按右鍵 你把儲存格格式 改回原來的日期 按確定 然後再把這兩列刪掉 那它資料有多少筆 3000多筆 已經要做3000多次 所以這個地方 如果你們 因為我覺得這個不重要 因為我們主要是號碼 有沒有 特別號跟六個號碼 所以前面日期我就暫時不處理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同學 你可以處理看看 假如你要把前面日期 改成正確日期的話 那有什麼方式 其實我的雲端上面下面有寫過 如果各位有興趣 可以自己再參考 因為我發現 我後來講這些程式 很多同學都招架不住了 太難了 如果你有興趣同學 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所以我們暫時不處理 不是不處理 我們先處理比較重要的 然後所以我剛剛是什麼 先把這個先Z到A 把它日期多餘的刪掉 OK 第二的話呢 就是再把游標放在 所以第一步 先Z到A 把多餘日期刪掉 再把游標放C1 一樣Z到A 然後Ctrl向下 Ctrl向下之後下面沒有的 就是這些要刪掉 所以我習慣是先選一列 然後再把游標往下 拉到最下面的這個地方 按Shift鍵 它就會連續幫我選 選到哪裡 選到這裡 按Shift鍵 它就會把整列全部選到了 整個範圍選到按右鍵 那你就再把它刪掉就OK了 所以第二個問題就解決了 OK 那你可以不用寫程式啦 OK 所以有的時候 假如 可能 很快想要解決的話 也許你暫時 這個可以 當然未來如果你想要 寫對應的程式也OK啦 好 第二個問題就解決了 第三個問題是什麼呢 第三個問題就是 再來我們可以怎麼樣 再把它按照日期排序 再A到Z 游標再放A1 A到Z 好 不對 CtrlZ一下 那它藍位名稱不最好 所以喔 如果你要讓它再重新按照 日期排序的話 你可能按A到Z 它會 不知道說你有藍位名稱 所以記得你可以按旁邊排序 然後記得把什麼 把這邊有一個什麼 我的資料有標題有沒有 記得要打勾 因為如果你沒打勾的話 它會以為你沒有藍位名稱 它就會把藍位名稱跟著一起排序 就排到下面去了 OK 所以特別重要 這個要打勾 然後按照哪一欄 按照日期排好了 所以這邊排序按照日期 然後由小到大 由大到小 就是日期新的在上面 舊的在下面好了 OK 按確定 那這樣的話就2022先排 好 那這個問題解決之後 最重要的問題來了 這個 這個重要號碼怎麼切割 那切割我剛剛講 可以用資料剖析 那怎麼剖 請各位注意 第一件是 你要先給它六個格子讓它放 所以我把背書不要用 背書先把它改成1好了 然後向右拉 按Ctrl鍵 為什麼按Ctrl鍵 有沒有 Ctrl鍵按住 它會自動幫你加1 所以12到6 好 意思就是說呢 我要產生1到6號 放在這裡 所以這邊有六個格子 這邊有一個資料 那接下來我需要 我需要怎麼剖呢 我把這個號碼剖到這邊來 你要怎麼剖 特別注意喔 你要剖的話 不是一個一個慢慢剖 你要把整個範圍先選起來 我要剖的範圍在哪裡 B2到最下面 所以優标放B2 Ctrl Shift向下 記得先把你要剖的範圍選起來 並且注意不要選到 藍位名稱 為什麼 因為藍位名稱沒有要剖 所以你不要選到 沒有要剖析的資料喔 所以記得 很重要一點 選取要剖析的資料就好了 不需要剖析的不要選 OK 好 第一步喔 第二步的話 我們就選取資料剖析 然後它會問你說 你要是怎麼方式幫你剖呢 因為我有符號 有逗點 所以選擇分隔符號 下一步 然後我要逗點 所以把逗點打勾 OK 它就幫你切開來了 下一步 第三個動作呢 它會問你說 你要把它剖完之後放哪裡啊 你告訴它說左上角的位置 它預設是B2啦 所以你把B2改成什麼 改成D2就可以了 記得喔 這個可能要改 你不要用B2 B2它蓋過去這邊都不見 所以記得喔 改成D2這個位置 然後它就會怎麼樣 幫你把這六個號碼 剖開來 放在 這邊第一個 所以這個01嘛 01放在這裡 然後是14 OK 一直在推 那底下的話 就全部幫你把它全部 剖過來了 OK 應該可以看懂這意思 按確定 按完成 有沒有看一下 1號 14號 一直到47號 OK 而且喔 它原來是01嘛 你會發現喔 因為數字沒有0開頭的 所以你剖過來之後 它會自動幫你把文字改成數字 這一點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為原來應該是文字啦 OK 把它剖過來變成一個這個數字了 那剖完之後呢 最後 中獎號碼這個 這個就不用了 所以把B欄選起來 按右鍵 刪除就可以了 這一欄不要了 那如果你要貼心的話 你可以把特別號再搬到後面 不過不搬也沒關係啦 特別號 加1到7號 所以最後的話 我們total 所有的號碼 就是這些 Ctrl向下 有2032列的資料 33-1嘛 藍位名稱 那所以呢 所有的大樂透號碼 在哪裡 從B2 有不要放B2 CtrlShip向右 向下 這個範圍 那你可以給它一個名稱 一樣我們定義名稱 這個範圍叫大樂透 好 這樣的話定義名稱 所以喔 我們已經把這個範圍 叫做大樂透了 對齁 那再來的話 我要做統計分析 所以喔 乾脆把這個名稱 也放在這裡 這個叫大樂透 然後再新增一個工作表 叫做統計分析 統計分析 然後呢 第一個就是什麼 號碼 第一個是 號碼 然後第二個是機率 第三個是排名 第四個是前期名 前期名 然後號碼的話 就1到49 1到 按Ctrl鍵 Ctrl鍵 然後往下拉 應該拉到6 應該到50吧 因為它的號碼應該1到49 所以按Ctrl鍵 1到49就OK了 有沒有 1到49 那機率的話呢 就是什麼 這個地方的話就是 上個禮拜才教過嘛 用count if 有沒有 所以用count if 然後 F3 大樂透的號碼 然後呢 去找1號出現的次數 這個是312次嘛 然後再除以什麼 除以全部的號碼 所以用這個直接複製貼過來比較快 Ctrl C 然後把if拿掉 因為算所有的號碼 所有號碼的話就是 只要大樂透就好了 不要 不需要條件 然後打個勾 幾率就算出來了 按右鍵 出現的格式 把它改成用分數有沒有 分母為100 改成1萬 所以有沒有 1萬 219 OK 這樣就OK 這跟上個禮拜一模一樣 應該有印象吧 好 那向下填滿 只要一次就好了 排名的話呢 用rank.eq 所以統計的一樣 這邊是R開頭的 所以rank.eq 然後它的幾率 在哪個範圍呢 這個範圍之內 這個其實 乾脆我把這個命名好了 這個叫幾率 幾率就是這個 Ctrl Shift向下 這個範圍叫做幾率 然後排名的話 就是用rank.eq 這個也是上個禮拜也做過 rank.eq 然後它的幾率 在哪個範圍 F3 剛剛有個幾率 就下面這個範圍 然後排名按確定就可以了 這個範圍當然你可以用選的 只是說 我自己個人習慣是 喜歡把它用個名稱 這樣會比較精簡 按確定 然後向下填滿 這樣就算出來了 再來的話就是 前七名 程式可以仿照上個禮拜 把它先做個什麼 做一個輸出 然後填顏色 然後最後的話就列出前七名 在這邊 OK 試試看 應該有印象吧 這個也是上個禮拜一模一樣的東西 其實沒有太大變化 這個當然你也可以再把它框一下 框線也給它一下 然後這上面給它填一個顏色 填一個底色 這樣看起來比較漂亮 這不錯也沒關係 只是說 看起來會比較清爽 感覺會稍微比較有一點樣式 試一下